李先生买的就是这瓶水魔方水垢镜 主要用来清洗太阳能水箱 东西呈粉末状一瓶600克 17号李先生把一整瓶水垢镜倒进塑料瓶里 然后加了温水 它有一点点小的气泡出来的 然后我拿过来以后 我准备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到楼上去 就是说加到太阳能里去 然后我走到这里以后呢 它就突然之间它就砰的一下 就整个就全部都喷掉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里 跟这个眼颊这个位置 就是说已经喷到的 还没完全溶解的水垢镜 从瓶口喷了出来 李先生说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 这个东西对人体有没有影响 水垢镜是在淘宝上的万圣工厂店买的 他给卖家打了电话 我问他 我说你这里面是什么成分 然后他也不肯跟我说 然后我感觉好像有点火辣痛 我就跑到那边去 先用水清洗 清洗好以后过来看一下 就是穿联布上面 电视机 空调上面全部都是的 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好像感觉到叫它赔 什么那个 他就马上把电话给挂掉了 使用说明书上写着 水垢清洗剂 是一种由溶垢剂 阻垢剂 防腐剂等成分构成的产品 李先生说 他也不懂这些成分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在目前人没事 不过当天晚上他发现 电视机进水了 不能用了 这个电视机就是说 只有声音 没有那个图像了 本来电视机好的 本来是好的 我马上就报修 第二天过来 他给我看的 影像管已经坏掉了 是因为这个喷的东西吗 对 李先生已经把坏了的电视机 换了下来 不过当时他拍了段 电视机没有图像的视频 现在电视机背面 还留有一些白色的粉末 李先生认为 电视机坏了 是由这个突然喷出的水购镜造成的 卖家需要负一定责任 淘宝店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只能就是说 把这个原价给你退款 十六块钱 我的意思的话 这个电视机 我就想你肯定就说 你要补偿一点点 要装在那个容器里面的 像这种脸盆什么的 大口的容器 它是搞的那个小口的容器 你想这个粉 万圣工厂淘宝店的地址 显示在加星 一名姓陈的工作人员 在电话中回应 水会喷出来 主要还是李先生操作不当 水购镜的厂家 是海宁水魔方 净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无论是说明书上 还是产品品体上 都没有写厂家地址 电话 以及产品生产日期等信息 厂家没有提供 那你们再卖三五产品 他们有公司的 你网上去查 电话地址都有的 产品 你这些东西都要标明的 以后我们会感性的 好吧 反正已经 就是说经过淘宝那边来处理了 它设计到一个电视机 一个电视机几千块钱 你让我们怎么赔 您觉得造成损失的话 我这边可以帮您 再次预约高级客服给您回复 依照规则的话 咱们这边只能帮您处理 订单以内的金额 超出订单范围之外的金额的话 还是建议您 走法律程序 记者也把问题 反映给了淘宝公关部门 对方说客服会再跟李先生沟通 有关产品信息 需要再跟店家进一步合适 腰宝恒建 记者报道 然后他点上去以后 他马上这个 不须再超出订单范围之外的金额 结尾宝公关部门 感谢观看